这盘棋我们接着来看国手赛第三局啊 这是许云川队长王庭义啊 最后一战巅峰对决 开局是过宫炮队长骑马 昨天晚上堂丹对战吕欣啊 也走到这个局面啊 这儿的话腰队破坑 平炮上边马 上正马冲兵 进足之后上马 不同的地方在于啊 昨天吕欣是先飞了个巷 再出的局 王庭义啊 作为第一人 他走的是先处局 这个气势上很盛 红方呢进行补视 黑方他飞向 其实是殊途同归了 红方飞向之后啊 黑方是局一平八 大家还记得昨天晚上 旅行怎么走的 局八进一啊 最终的话确实是战胜了唐丹啊 那么局一平八的话 他的思路在于呢 红方平炮之后 他有这么一招起 这段话也提到了 红方冲兵 要把对方赶走啊 黑方强行就给他换啊 红方他不换 用巷去吃 踩着局 逼对方离开啊 然后呢 把这个巷落回来 那黑方一上马之后呀 将来就要打局 红方是先避开了一步 啊 黑方他退炮 这样的话红方把局一出啊 应该来说也是给了黑方调刑的机会 这儿黑方他还是进了一步局啊 将来就是要把这个炮往过掉 红方到这儿的话是担心对方打局就点进去了 其实呢 正常一打甩开也行 那点完之后 他一甩炮啊 这边打着局 红方多走立不起之后呀 这边啊 正常可能要把这局闪开 打的话得飞向 但是这边受攻啊 肯定是黑的主动一点 那么马三一四啊 或许有点着急 看着踩局啊 黑方进局一抓 这个棋你又不能对啊 对完之后底线是个门呀 所以呢 正常他就往里切了啊 认为这棋换完之后 下底炮踩相 以弓带手就行 那黑方也就踩啊 红方也就吃 这儿的话 他先打一步局 红方认为避开就行了 这边一下底炮呀 跟你对杀 可见年轻时候的许人川呀 他这个棋啊 也是非常凶狠 那王天一该如何应付呢 他用鞠过来堵住炮就行了 只要你炮下不去 那就没事 红方则是平开 准备继续呢下去 双方现在是一个对弓状态 黑方比较积极的招法 就是点进来 吃双炮 但是他担心对方打出去 就没敢这么走 其实呢 这个棋倒不怕 到这儿关键是要注意啊 你不能贪吃这个炮 如果你吃子 那这棋啊 人家一下底炮就厉害了 等你想杀他的时候 他这边杀一将 把炮吃了 这样会扶底抽薪 所以这个棋啊 要注意 黑方的正招就是上了 但是的话 红方有一个飞向的骗招 吃完之后呢 再气个炮 这个棋就是说 还是考验你 你得炮吃 不能狙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呀 他有一个彩像啊 想先杀进去的手段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那你现在啊 被牵住 他现在还要反杀你 方中炮的意思就是 如果先出狙 他有一个品区吃狙啊 打门工啊 这样的棋 你要砍炮 他杀一将给你吃光了 所以这招棋就是隔断对方 这招棋反客为主了 然后对方啊 他是希望用炮过来挡 但是这个飞向可以割挡 这种棋啊 应该来说是九死一生 黑方走错一步就得输 他步步精准啊 也就求个合起 还是下风苦顶 这棋枪的狼狈 那么这儿啊 他甩局势 你出老帅可以挡一下 那红方肯定是退回不让挡 黑方啊 就放弃这个炮 退下而线 你要吃他一甩开 有一个巨马冷箭啊 所以这个棋老帅就出不来了 但是你先出老帅的话 他有个马奥腿三在掉这个局 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这度棋啊 放弃下去 红方肯定好 但是会有风险 最稳的方法就是吃 吃完之后 到这儿需要注意就是啊 将来红方有一个初帅 他不吃这个炮 不给他调性的机会 就是想杀对方 如果你落实 聚三平五绝杀 上市的话底线一将绝杀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就必须得把这个局 给他引回来之后 就可以落实调整了 那么这儿的话 就是一步棋的问题 红方肯定不想吃啊 黑方先叫杀 到这儿的话呢 又不能进啊 吃炮的话呢 这起对方一落实就受住了 所以他要先给对方一将 不让他归位 再吃掉 而黑方同样是不让红方归位 再出来 所以黑方这个局将来是不敢动的 红方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对方足拳吃掉 进攻他 而黑方可以抢先吃兵啊 最后的话也是边打边退啊 全部回去防守 所以整体来看啊 黑方如果走得拒二平七就要棋 基本上啊 这排棋如果一百步棋 九十就不得要数啊 只有一不能合棋 就看你能不能走对吧 所以这个难度相当大了 那么临场的话啊 这个棋他只能说用炮去打 用炮打这是一个黑方啊 稳占优势的棋 红方的话没法动摇 比方说这个棋啊 你再去踩 为啥要踩呢 因为你先下底炮这个棋行不通 到这儿他有一个啊 强行上马的棋 你杀将人家补士 你这儿插又不起 人家杀着你 你吃炮又不行 我上马杀 正常你给向掉 他这儿有一个中间一将 然后呢就把鞠给抽了 这样的话你鞠马炮 他双鞠炮 很显然这个棋黑方占优呀 所以红方是下不过他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下底炮啊 来不及 红方最快的速度就是踩向 然后向掉啊 解除杀招之后杀一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因为是弹子炮 你不能吃他 最厉害的手段就是放中炮 抽他啊 这边抽锯这边吃炮 那么黑方只要盯住这个炮就行了 这样的话你最多就是过来抽人家一个鞠马 抽完之后啊 他现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 就是红方准备偷杀 对吧 黑方当然可以落实 他简单用炮挡就行 你顾不上吃底下闷 飞向踩掉也是一个道理 那试掉之后呢 打一将啊 最终会把这个鞠给抽了 即便你吃掉之后才杀进来 最终这个结果呀 就是黑方啊 多子占优了 至少是鞠马足 所以红方抵挡不住啊 所以整体来看啊 拒二接二季度变化呀 相当复杂 就是说你不能贪吃炮啊 你得想到一个上马之后呀 打闷弓的计划 将来红方就通过不断的弃子啊 结围 最后不要用鞠齿 而用炮打掉 这样才能吻操省权 如果走差的话 这个棋有可能万劫不复 所以汪天一 冰场也是没看清楚啊 它是走的一个直接上嘛 就想着这个棋 你炮还没发出去 我抢一下打门弓不就行了 红方是飞了个像 黑方如果还要垫进来 那这棋那就可以踩像啊 跟你拼杀 到这以后 那正常要不有势 不做事是门弓呀 都被利用的 这就吃掉跟你拼 对方的话呢 正常是要踩进来的 然后这个炮其实可以打出去 你只能吃一个 将来的话 这中间一将 还是能把这个子给它陷住 一旦一陷住之后 那对方没骑啊 比方说到这儿 你治个事吧 红方就对居即可 你不对马也丢 对完之后 这个马也是要丢掉的 那最终红方会多兵啊 占优 所以说这种棋啊 黑方就不能再点啊 王天一选择招法是不是 求问 红方则是踩像啊 虚人川还是抢速度 杀进去吃炮 那接下来这个棋啊 对方如果回马 他也是炮打出去 那道理是一样 看住的话 他是为下一步回马才去啊 直接就下地点 穿将或者踩像啊 做准备 想牵住这个炮不让动 红方强行打出底线门弓 如果黑方退居回去 红方可以摆中炮 继续杀一将叫抽居 所以他还得出老将 将来这个项五金三一扣呀 对方就没气了 将来人家炮锅一甩 居往上一掌 还要杀他 所以的话 这个气啊 他提前出去 那这样的话 红方也是一将 上来之后 循环了一下 因为你吃炮就面丢居 所以暂时不敢 然后的话 红方掌居了 这个时候黑方虽然说彩像 这边要抽居 但红方平均的可以守住 到这儿就填进来 不过呢 这个气啊 毕竟黑方这个马进来 还是黑方占优 因为黑方随时有这个双军马 阻杀的可能性 反观红方的话 现在暂时没起 那么这儿红方就打出去 跟他拼一下 黑方到这儿的话 是知了个事 这步起呢 应该说是一个还手 到这儿的话 肯定是要点加 跟他拼杀呀 到这儿以后 这里黑方有一个马踩石 非常经典 首先你不能上 上来的话 据一点一枪 还得下 会马杀棋啊 所以红方只能跟他拼 怎么拼呢 就是一将 知识的话再一将 所以无论他怎么将 他这边的话 始终是插一步棋啊 人家一步杀你 所以你总要去解这个杀 但是你一解杀的时候 人家马上不泡持 可以追回狮子 这样的话你没有气 那么到这儿以后啊 如果说他这里先穿一架 逃跑 然后呢再去呀 这个逃跑啊 那这样的话 那人家比方说啊 补格式会上了将啊 如果不是的话 他会重破一枪 不去掉回去 这边可能有对子气 所以黑方大概的会上来 最终的话 就相当于换了一个位置 你这个棋还得解杀 到这儿呢 还是要失子 所以最终黑方会多字呀 可能要赢了 往天宜关键时候呀 棋差这么一招啊 侠路上风勇着胜 该拔剑是要拔剑呀 他知识的话 是怕人家这边有棋 所以呢 就手软这一步棋 让许云川抓住机会 走了一招推跑回来 这个棋就不一样了啊 你要是再这么走的话 那来不及 看着下一步棋杀棋 红方他可以抢先杀将 双方一交换之后呀 到这儿 对方赶出去 将来上来就可以了 因为他有炮 你马不能够将军 所以呢 你这个棋将一叫杀是犯规的 那除此之外啊 他还有巨五瓶三过来吃炮的棋 随时呢 有一个啊 这个拘双炮杀招 即便你能对子 最后也是多兵之士 所以这些啊 相当苦 那这儿基本上就败了 所以呢 现在他不敢将了 赶紧先补个式 想下去 稳住正脚 红方则是平均过的 继续呢 贯彻这个橘双炮追杀 那黑方这个棋啊 开始进攻了 那红方就落 刚才说到这个财的话 肯定是来不及的 因为这时候呢 人家先给你一将 而且的话有个什么棋啊 他都不需要吃炮了 这一将之后 直接是个连杀啊 所以现在他没有心情 走这个棋啊 他只能说是啊 先打去算了 那这样的话 红方啊 直接就吃了 非常简单啊 因为你杀一将的上来 到这儿的话 你正常如果对局 那就等着输 因为炮被抓死了 这个马无从发力 所以黑方就想啊 双区错一下 但是红方算准了 吃掉这个子之后啊 你杀不到他 所以黑方其实也是赌一把 看这个棋啊 红方能不能连杀 红方如果喘一口气 黑方就可以杀红方 那这儿就看 红方的攻杀速度了 现在将军下来 然后再将 上 再将 然后就出 最终的话 到这里啊 王天一感觉 这个棋大势已去认输了 为什么呢 那正常的话 这个棋它有什么棋呢 看着吃炮啊 其实它是 鞠过来一将 对吧 你一试 平炮一将 弱势的话 平鞠啊 鞠墙炮后杀 那如果说他现在到黑方走去啊 逃跑 行不行呢 那么红方会把这个炮吃掉 黑方 能否东山再起 比方说 他如果吃这个 是啊 人家这里 点一将 重炮杀 他必须得到二路线防守才行 那既然如此啊 有牵制 那好 将军之后啊 必然是把鞠给掉回去了 你一个鞠不能动 那看着他双鞠杀你 到这也是无奈 所以王天也就认输了 这盘棋啊 许人川获胜 所以高手对决呀 那就差那一口气啊 王天也本来是迎起 走错一步 结果输给了许人川啊 确实可惜